認識沙門比那個老蕭認識他還久 他們兩個認識19年 19 真不容易 認識沙門的時候 還是一個小小小好像助理還是什麼 跟我們也說不太上話的 看這個女生可以這麼拚命 這麼認真一路這樣走過來 她經營的不是蕭敬騰 她經營的是 老蕭 19歲 一隻幼鳥 我不要這樣比 呵呵呵 讓他培育成一隻大老鷹 這個就是人家的一個努力 我們才10年而已 人家19年 昨天看的那個老蕭跟沙門 其實我在台下是掉眼淚 沙門真的不容易 他的年紀也比較大 他一切都在under 在自己的努力當中 那你講那個山賀寶 有沒有打算要再聽下一台 還是要解釋 我不要 因為這次老婆一樣是婆婆 然後他就是好像痛得比第一次還要嚴重 然後中間回運過程也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他就直接跟我投降了 對我們昨天也就是在房間裡面 就好好的就講說 我們真的應該沒有要第三台 對太累了 你會去做結帳的工作嗎 他有說 但我應該找到時機 我應該會去 坐啊 好 趕不來一起去 喔 哈哈哈哈 這每次都揪的 哈哈 我拿十座 再拿十座金鐘獎的意義在哪裡 沒有意義了 也不會跟幾個 幾個老妹在那吵架啊 幹嘛 哈哈哈哈 要講 我身邊有很多 人啊 我身邊覺得不能講喔 真的喔 但是真心真意的去愛別人 這個是很重要 剛到我們節目裡面喔 我心裡想 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們視力要講 好了 打打這樣來也不講話 真的 耍帥 他耍帥而已 這樣撐得了兩級嗎 真的 沒想到人家耍帥 撐了兩年了 撐了兩年了 對 然後又開演唱會 十六蹲 去到哪裡 昨天蕭敬騰那裡你也蹲啦 欸對 又蹲了 哈哈哈 到處蹲 到處蹲 我是前面他們那個 講完那段感動的話 對 我認識Summer比那個老蕭認識他還久 他們兩個認識十九年嘛 十九 真不容易 對一個女孩子 然後認識Summer的時候 還是一個小小小好像助理還是什麼 跟我們也說不太上話的 後來我就看這個女生可以這麼拼命 這麼認真一路這樣走過來 她經營的不是蕭敬騰 她經營的是她自己全部的人生 老蕭 十九歲 一隻幼鳥 手不要這樣比 快快的 一隻幼鳥 讓牠培育成一隻大老鷹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就是人家的一個努力 我們才十年而已 人家十九年 然後最後在台上 哈琳坐在我旁邊 我旁邊我們兩個互看 這種鐵石心腸都能快掉眼淚 真的 太感人了 看的那個老蕭跟Summer 其實我在台下是調眼淚 那個Summer真的不容易 對不對 她的年紀也比較大 一路上 她經營的不是她的婚姻 她經營了她的人生觀 對不對 最後一個老公還這麼優秀的 還小她十幾歲 她一切都在安德爾 在自己的努力當中 你們也是 我相信你們都動軟了對不對 哈哈 沒有是吧 對 有動軟嗎 有嗎 Gam 要包紅包了 又成立一個 又成立一個 會會會 講一下 要要要 沒有 憲哥已經包得夠大了 就夠了 對啊 你一臉都不貪好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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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要給我們也是可以接受 哈哈 那你講那個Summer的寶 有沒有打算要再聽下一攤還是要接受 喔不要 因為這次老婆一樣是婆婦 然後她就是好像痛得比第一次還要嚴重 然後中間回應過程也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她就直接跟我投降了 對我們昨天也就是在房間裡面 就好好的就講說 我們真的應該沒有要第三攤了 對已經太累了 你會去做結帳選手嗎 她有說 但我應該找到時機 我應該會去 對啊 真的啊 坐啊 趕不然一起去 哈哈哈哈 這每個都揪的 這個真的揪 她那個抱怨 她剛生完你就要要出去 完全沒有 對啊 一個禮拜 其實她有點走心 有一點 你知道我們在阿曼也跟她一起 對 通電話視訊 因為土耳其是我老婆一直想跟我去蜜月的地方 那你現在紅紅她了 我就跟她們講說 因為其實我玩很大的 每次去錄影真的都很忙 然後我們真的走的點真的是有限 所以我就說我先去幫她看 然後先認識一下 看景 對 先認識一下導遊啊幹嘛的 然後等到什麼時候我們再去的時候 我可以帶你去更多地方這樣 所以她就覺得 欸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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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家好像都沒有什麼黑眼 我們家好像都是有點 我現在有點怕我們會不會過度溺愛這件事情 但是我基本上現在也不會擔心這件事情 因為我好像都是用講道理的 跟她講 她聽得懂 所以我就用講道理的 所以沒有什麼 想他黑的 你家不是講道理的地方啊 不是就是跟她講怎麼做啦 對 這個就比較要啟示憲哥 對啊 因為憲哥養四個小孩 女兒哪有講什麼道理 耍賴 就是耍賴 就是給她耍賴 耍賴 耍賴 OK OK 那兒子咧 那兒子咧 兒子可以耍賴嗎 踢出去 打下去 打下去 你現在會很忙嗎 因為Energy那邊有告一個段落了嗎 因為之後又要出國會是這麼多天 也還沒告一個段落了 對啊那怎麼辦 那你出國那麼長時間 時間怎麼調配啊 就還是去完十周年再進Energy這邊 因為準備要演唱會了 十一月底也是去 欸你這麼忙怎麼保持自己的皮膚 還是那麼不帥 我自己單純想發問 那麼壓抑 但他都很太就是瘦身 還好 因為現在走到哪都要蹲一下了 對啊 已經慢慢的習慣了 但蠻期待這次在金鐘獎 跟這個就是日本女團一起 欸他演唱會的時候 他有不是身材超好嗎 然後我想說奇怪 你每次都是跟我一起出外景 怎麼的時候是健身 後來才發現他都 外景的時候都會偷偷帶健身器材 在包包裡面 然後自己在房間裡面弄 欸我都喝水全存 我喜歡做研發 然後喜歡做這些 欸我一個朋友 他竟然囊括 全台灣喔 台灣生技大獎 三個大獎都被他拿走了 我那個朋友就是我自己 喂 這才演藝界 藝能界之光啦 對不對 對 掌聲鼓 我拿十座 再拿十座金鐘獎的意義在哪裡 沒有意義了 也不會跟幾個 幾個老妹在那裡吵架啊 幹嘛 對不對 因為要講幾個人 我身邊就有很多人啊 對不對 我們是 他自己講的 絕對不能講喔 他自己講的 真的喔 對阿 但是真心真意的去愛別人 這個是很重要 金鐘獎結束 但我沒有得詩信 因為我沒有得 對 哪來的詩呢 對啊 有講到那個 他一個人入圍了 對阿 他一個人入圍 我入圍好幾項 幾項嘛 你明明就知道 印章師不知道 結果跟這兩個衰鬼 我被他們連累了 這個最有希望得獎的 結果沒得 我們有人氣獎啊 結果人人看見我們都很氣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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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 一個人氣獎 還要跟那個 雞尾遊戲在那裡講 沒有啦 他們沒有啦 他們沒有 他們不拉票 不拉票 那我們還是 尊重這個 尊重比賽 藝能界 誰入圍 誰得獎 我們誰都開心 但希望這次人氣獎的獎盃 可以跟金鐘獎的獎盃 是一樣的 就跟小燕姐講的 小燕姐講的 綜藝節目 綜藝節目 就像一雙血 別人怎麼看這雙血不重要 你自己穿的舒服 比較重要 昨天婚禮 她是說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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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那我也引用錯了 綜藝節目也是這樣 我們自己舒服比較重要吧 別人怎麼看通藥嗎 對